英明男子在松山机场六号柜台 这边完成报道之后来过行李安检 却被发现里头放了一罐防狼喷雾器 人员要求他直接丢弃 或是有亲友带回 他却在现场试喷 由于味道太过刺鼻 被地勤人员通报行警处理 这名65岁的黄姓男子 取出防狼喷雾后 说是好多年前买来防身 看了看就到柱子旁按了几下测试 把喷雾交给地勤丢弃后就去登机 但刺鼻气味开始飘散 目击民众一度也被呛到 不断咳嗽 男子原定和友人搭乘 上午11点30分飞上海的班机 人都到了候机室 行警依旧找上门 将他退关带回调查 只能眼睁睁看着朋友 搭上飞机出发 男子这一案可能面临三天以下拘留 或最高三万元罚还 搭飞机但喷罐用品得特别留意 像是止汗剂刮壶炮或法胶等医疗 书装用脱运每罐不能超过500ml 手提上限则是100ml 但防狼喷雾或防水喷雾等 非用在人体上的就完全禁止 攜带上机 有些危险品的话 是不得手提机脱运上机的 完全不可以上机的 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防狼喷雾剂 防风打火机或者是千酸电池 搭击出国 务必得留意航空行李规范 免得星辰泡汤还被依法送败 明镜系王冯台中好 台北报导